十多年前,张女士在杭州夏沙云水院卖了一套公寓一直用来出租 2016年,她找到我爱我家夏沙店,让对方介绍租客 当时工作人员看到房子是毛坯的,没什么装修 就建议她签一份托管协议 在2016年之前,这个房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是一个水泥地面 然后整个这个墙就相当于刷了一个白 也没有那个,就像这种有那个镊子呀什么的 她直接就刷了个很简单的 那那个厨房那里之前有设置吗 没有,那个马桶也是破的 她就说那个委托个五年吧 五年呢,我们给你好好装修一下 就是你时间长了呢,我们给你装修好一点 五年以后给你们一个,就是都给你们留下 张女士后来跟我爱我家签了一份为期五年的房屋出租托管合同 托管期总租金为六万零五百元 平均下来,这套四十多平的房子 每月租金约一千元 张女士说,之所以愿意以这个价格签约 是考虑到以后可以省去装修的麻烦 结果五年期满,她有些失望 下雨的时候,这个两边的墙会渗,是那个里边的水满的,它会倒灌 就是地板就成这样的,就破破烂烂的 你看,你都弄有虫子啊,里边都,这个墙这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就这样,现在感觉您说就这个地面就这样的,我们影响正常生活 张女士介绍,最近带其他租客来看过房子,但因为装修的问题,没人愿意签合同 她希望我爱我家进行修复,之前没能沟通好 我爱我家夏沙店的工作人员介绍,2016年接待张女士的业务员已经离职 现在他们门店已经没有租房业务了,这套房子是我爱我家伊萨卡国际店的业务员在负责 来到我爱我家伊萨卡国际店,房管不在,张女士跟店长通过电话进行了沟通 这位店长表示,自己并不了解张女士的情况 不确认房子是谁装修的,建议张女士联系公司客服处理 记者把情况反映给了我爱我家总部工作人员 后来对方回复,会安排工作人员修复张女士公寓的装修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